这一日擦三遍 少爷呀 真是伤心了 荣伯 少爷 那个书生还在班府门前站着吗 少爷 你要是不愿的书生掏扰将军 你就跟皇上说一声 把他赶走不就得了 不着急 我倒想亲眼看看 惹上这么个麻烦 班将军该如何应对 读书人最是麻烦 确实是麻烦 是在说我吗 公子公子 好消息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淡然行事 什么好消息呀 值得你激动成这样 班家答应沈玉的求婚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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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来 我就不喜欢沈渔 二来 就算搬家被抄 我自己逃跑 那笑话嘛 闺女 你说得很有道理呀 夫人 这样吧 我去把那块玉培要回来 花花 听娘一次 不要再劝我了 要我丢下全家人的性命逃跑 我搬花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我做不到 花花 夫人 你看 咱不着急 招什么急嘛 毕竟 这离店口 不还差远了嘛 是不是 咱不必因为这点事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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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杀了和气 是不是 闺女 去去去 到外边喝杯茶去 去去去 夫人 行行行 消消气 消消气 不对呀 她休息没多久 怎么整个大爷都知道了 啊 班红 我 是不是你 别跑 站住 姐 姐 不是 我的姐 说 姐 我让周长香 他们到处宣传沈予给你求亲之事 也是为了你好啊 为我好 你给我说出个道理来 我就考虑伤你一块鸡屁股 你自己想想 要是程安博知道了 他肯定会紧张 要是他一紧张 马上就会表态啊 你什么时候成他小弟了 那么虚伪的人 还装备不见我 什么人啊 不是啊 姐 除了你之外 我谁的小弟都不当 以我所见 华冰那日 程安博他肯定对你动了真心 只不过 他觉得高攀不起你 所以 这才秤病不见的嘛 是吗 肯定是这样的 现在 那个程安博 他肯定已经寝食难安 茶饭不思 马上就有所行动了 胡扯吧你 我看你就是画本看多了 姐 不是 这个就是现在 全京城最火的画本 风流郡主 翘蓝金 这也太露骨了吧 我收下了 我呀研究研究去 姐 我的鸡 公子 看来侯爷夫人 是故意给沈玉一颗软钉子 什么软钉子嘛 每年殿试 多少世子参加 要进一价 哪有那么容易 我看 这搬家分明就是不嫁嘛 嫁与不嫁 皆是缘分 沈公子 沈公子 你可一定要考上 千万不要辜负了这段缘分 那也要等他先考上再说